哥 你好 我是红娘小琪 王树春 73岁 退休金3300元 婚姻状况 饭偶 居住地 得会室 住房面积70平米 王大哥说 因为平时家中只有自己居住 所以也没怎么太收拾 而且自己平时还有很多爱好 也不经常在家待着 平时一个是他以前练个保健操 练个保健操 他以前有服装的啊 有 有服装 在哪儿都能看吗 这是一套黑的 一套黑的 一套白的 练他以前可有点手艺 怎么了 那有啥手艺呢 比方说你这个胃里的 发胀或者不熟 应该练他以前都好了 说到自己最大的爱好 这王大哥怎么的 也要给红娘展示展示 这早是起早 五点半 五点半我们就打上了 打上了得打多长时间啊 这一天啊 你上午 这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呢 起 早到七点吧 早到七点啊 就每天坚持啊 坚持几点了 四年 坚持四年 四年天天天都缺 对 他在今天 因为你们是咋开始 现在打这个太迪的呢 他们是咋开始打这个太迪的呢 他们是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就是 我來了以後我就加入他們 退休了也沒啥事了 反正退休的人一般都是加入這兒 你剛才說你來到這邊以後 你加入了他們 那你原來不是在周圍這邊住嗎 對 原來沒有 我在這兒就住了五年了 住了五年了 原先在黑龍江 原先在黑龍江 嗯 那咋先搬這邊的呢 退完休以後 我們倆人就上哈濱了 跟著兒子嘛 身邊了 我先到哈爾濱去買個樓 小兒子說 德河那個地兒我有個樓 你就上德河來住 我就拿了 王大哥是國企水泥廠廠長長退休 在那個年代 王大哥可是水泥廠唯一一個 被送到哈爾濱工業大學進修的人 現在提起來王大哥都覺得 是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事 大哥那個時候學的時候 真不珍惜這次去學的幾個呀 那整個水泥廠就我自己去了 哦 整個水泥廠 對 對我自己去了 一個水泥廠去一個 我們一個縣城啊 三個水泥廠 哦 一共縣城就去撒人呗 就去撒人 哦 退休後王大哥便決定 帶著妻子來得慧生活 一起安度晚年 可是好日子沒過多久 妻子便查出了肺癌晚期 對